我们这里来介绍弧度跟扇形面积的一些观念 以前的话呢我们在计算三角函数的部分的时候都以这个度 度的话呢各位同学的话呢度指的是一圈360度的方式来计算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新的方法叫做弧度 弧度的话呢我们的定义是π定乘180度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只要看到了π是180度 我们就可以以度来换弧度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大概做一些小小的解释 为何的话呢我们不喜欢用度而是使用弧度呢 是因为三角函数它是一个对应关系函数嘛 那它是一个角度对应到数字的一个关系 那对于我们的绘图位而言的话呢 我们希望的是XY轴我们希望是数字对应到数字 所以的话呢我们的话度对我们来说并不方便 我们希望把它做一个转换把它换成一个数字 那以这一题而言的话呢我们来看看这些例题 让我们看看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叫做常用的这个特别角的部分的话 它的话呢换成弧度是怎么样 以30度来说的话呢我们的话呢你们知道它们是多少弧度呢 是六分之π六分之π为什么呢因为π是180度 180度除以6是30度这边的话呢各位同学的话呢你可以写弧度 但是不要写你也可以什么都不用写它只是一个数字 如果一定要写的话呢你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叫做静的方式来写 那不写也没关系 你就写六分之π就可以了那以这个来说的话呢是45度 叫做四分之π六十度呢是30度的两倍 所以的话呢我们常常用的就是三分之π那我们复习一下各位同学的话呢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同学的话呢你遇到了sine的六分之π那各位同学知道它的答案要怎么写呢 就是我们以前常常用的sine30度我们要立刻就能够转换过来答案是二分之一 这个同学的话呢要知道那我来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弧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公式叫做扇形面积 什么是扇形面积呢我们来看 所谓扇形面积的话呢就是一个圆的一个一部分我们把它切割根据它的圆心切割掉了以后变成了一个这个像一个扇子打开来的的形状 我们就称为扇形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的话呢来看讨论一下它的公式 这个角度叫做θ那这个面积整个叫做a我们的话呢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计算这个a的这个面积呢我们来看一下扇形面积的话呢我们的算法是这样算的 这个a的话呢其实的话呢我们的话算法是整个圆整个圆大家都知道了它的面积是πr平方 可是的话呢我们不是整个圆它是圆的一部分那我来怎么看呢因为圆的话呢是一整个圈绕一圈是几度呢是360度 那我们的话呢是占的是多少呢占的是这一部分 好那我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如果这个地方的话呢是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公式就ok了 它的话呢是按照比例整个360度所占的区域 可是这个公式的话呢各位同学觉得它应该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那我们的话呢如果把它换成弧度那就可简单了 各位同学的话来看π是多少呢180度这里是360度是不是刚好是它的两倍 这个地方一消掉了以后这边就是2所以的话呢各位同学的话呢知道它是二分之一r平方θ 那这个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扇形的面积的公式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你只要看到了二分之一r平方θ 这就是我们的话呢非常常用的扇形面积公式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大概介绍到这里 这就是我们的扇形面积公式